小灰灰上学季 谁不想长大 那羊羊都哪去了 谁在叫我 那羊羊你又在偷懒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来抱你 羊羊 小灰 你没事吧 你的力气小 还是交给我来做吧 那我来摘苹果 小灰灰 你的个子小 摘苹果还是我来吧 那我来抱奶羊羊推进车吧 小灰灰 这车很重的 你推不动的 是啊 而且他还没装满呢 难道我就包不上忙吗 你还想 这些活不适合你做 等我们做完了 一起玩吧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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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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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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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秘方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才没有拿出来用啊 做了一个晚上 终于挑出了生草素 做了之后 就能像羊哥 跟他们一样强壮了 直角三角星 这两个角加在一起 也等于九十度 三个边的边长 符合勾股定理 小灰灰是不是生病了 平时她总是很认真地听课的呀 小灰灰 你来回答 这是什么三角形 这咋哪有蛋糕 怎么了 是不是下课了 上课要注意听讲 小灰灰 小灰灰 我明白了 你比我还饿 你该不会是心疼离屎了吧 当然不是 虽然这些灰灰 是我细心疼苦攒了几个月的成果 但是 比起小灰灰的健康来说 它们根本算不了 师父 真的吗 你们看 小灰灰 好像长大了好多 她已经差不多 有我这么高了 真的吗 我也觉得喝药之后真的变得高大了 不 你不能再喝这种药了 这种药迅速消耗能量的方式让你长大 就会让你总感到饿 总要吃东西 而且 它还有很多副作用 对你身体有害 我要马上研究解药 让你恢复原状 可是我要长大啊 小灰灰 大家是为你好 不 我一定要赶快长大 我不要做什么都做不了的小孩子 小灰灰 我不能再让你喝这种花药水了 分给我 小灰灰 你希望长大的心情我理解 可是小爷有小的好处啊 你看我们很快乐呀 嗯 就是 长大后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没时间吃零食 没有时间睡午觉 嗯 可我只想帮你们的忙 啊 啊 啊 不要着急嘛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个子还没你高呢 嗯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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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灰灰 村长说过 童年只有一次 她做梦都想再回到童年 我们又何必着急长大呢 我明白了 嗯 啊 那好像是 蚂蚁 他们一定是吃了地上的药水 快去找村长 啊 坐手 不要碰我的蛋糕 哈 哦 啊 哈 哈 Braun 啊 啊 雪 村长 嗯 哈哈 那些蚂蚁就要充进来了 啊 你的解药 研制好了没有 啊 我不记得 这种药的配方了 所以解药还没有完成呢 陪同我知道 这个加上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就完成了 你怎么会知道 我爸爸书上写的 我们等小灰灰研制出解药以后 就去对付蚂蚁 都是我不好 趁热蚂蚁变成这样 我们帮它们恢复原样吧 糟糕 蚂蚁跑进洞了 洞口这么小 我们根本进不去啊 怎么办 我能进去 把我变回原样吧 看来小灰灰彻底明白小的好处了 难道我灰太郎大王 需要葬身在蚂蚁洞里面吗 我好想再见我儿子一遍啊 爸爸 你怎么在这儿 你儿子 你怎么也在蚂蚁洞里 也被蚂蚁绑架了 不 我刚刚把他们都打败了 爸爸 你还没回答我 你为什么在这儿 这个嘛 我是来 对了 我听说羊村脑虫灾 特意来帮忙的 那真是多谢了 灰太郎先生 你可真勇敢呢 那当然了 我是无所不能的灰太郎大王嘛 你脚下有一只蚂蚁 蚂蚁 蚂蚁 我会回来的